素食鹹粥 先將沖洗好的海帶牙 黃棗跟枸杞泡水備用 來老薑切成絲狀 泡開的乾香菇切成絲狀 豆包切成塊狀 再來紅蘿蔔跟杏鮑菇切成小丁狀 將洗好的高麗菜切成絲狀 芹菜切成菇狀備用 再來取出老菜脯用清水沖洗後切碎 取一個炒鍋倒入適量的香油 放入薑絲、乾香菇、豆包、煸香 再放入杏鮑菇跟紅蘿蔔炒至焦黃 再加入高麗菜絲、枸杞、炒香 將炒好的料放入電鍋內鍋 再放入糙米飯、紅棗、海帶牙、乾老太婆 內鍋倒入水1000ml 外鍋兩杯水開始蒸煮加熱 電鍋炸起來後再燜煮20分鐘 打開成盤 最後撒上芹菜豬跟黑芝麻就可以享用啦